出盡力拼,拼下去反彈 由於距離很近 反彈的反彈,老實說我來不及任何反應 所以插中哪裏就哪裏 插中在微心位 看到有一個印仔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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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埋位 袁文貴剛才說家蘭衝進來 他說你有一件事要記得說 那是甚麼呢? 是很少說 其實有一次拍攝受傷 阿氏 阿氏那時都很大件事 因為我記得那部劇 就是扮演一些台灣的政界人物 其中一場戲就說我要打破那張大班耳 因為是做過一場戲 大班耳後面的陣在彈弓位 做了很多次 那位準備聲導演的助盜 拍劇都不是很滿意 再來一次 最後再來一次 出盡力拼 拼下去反彈 嘩! 由於距離很近 反彈那個老實說我來不及任何反應 所以插中哪裏就哪裏 插中在微心位 我看到有一個小印 嘩! 嘩! 簡直是兩個微心中間 但微心和眼睛是很近的 對 那個衝擊力 我想如果插中眼睛都一定會盲 但我記得插完之後 咦? 有點滾滾的 摸一下 嘩!不斷索 索完之後 沒辦法因為趕拍 塗粉 繼續來 哪裏 整條狠 來吧 側面 就是這樣 好辛苦 我馬上去醫院 那我會否延遲了醫次 要不要亂針 沒有啊 後來的傷口 有一點結膠 然後有茶 外面買些去巴膏茶 那你的鎚仔 好運 就說他掘頭 但他也是鎚仔 對 鎚尾那裏 鎚尾那裏 鎚尾那個 鎚尾那裏 鎚尾那裏 是呀 好危險 但後來你不想亂針 不用 但應該有種 有 有問題 你們拍戲的道具 不是可以用假的 玻璃瓶也不是特製嗎 他覺得這樣 你又不是要搏爛鎚 又不是真的要你搏爛椅 是呀 是呀 這真是沒有人估計到的問題 那是自己不小心 但明明都是同樣道理 是 我也是這樣做的 是 為何你要我受傷之後 再搏那一刻 那裏就OK 有權發脾氣 當時 沒有啦 看你的樣子 不是呀 委屈了 是呀 因為趕拍的 因為要跟著台灣選舉的大勢 哦 即日拍 今天拍完後日出街 哦 那下班 很辛苦 是呀 試過第一天開工是14至16 哇 有沒有背人垂淚 還有我那個角色 也要噴到白頭髮 要塞兩塊刺子 在嘴裏面 要噴厚一點 扮肥一點 所以 又要黏膠水在臉上 因為是一個有年紀的人 每一天都是這樣說 剛才說兩塊刺子棉花要塞入 嘴裏面 但是現在你戴口罩 有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要用些塑膠 什麼方法 昨天他們拍的樣子很可愛 很脆怪 看Live看完文杰教我們怎樣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昨天化妝 因為昨天化妝 拍一場戲之後 接著放吃飯 放完吃飯 我要等一場 是 等很久 化妝在這裡 走來走去 當然是先戴口罩 但又怕戴著口罩等一個多小時的時候 口罩那兩條帶 就會彈著臉 會長時間給那條痕 如果說到你了 立即脫下口罩 這樣就會有兩條痕 補妝是補不到的 所以就用兩張 用兩條紙巾放著它 你要不要教一教大家 你要示範 要示範 有很多朋友在Live 這是你自己想的嗎 這個其實是化妝同事教我的 但是他其實是整塊 原本就是這樣 整張紙巾拿出來 袁文傑現在 他就沒有攤開它 免得像我們平時抹嘴 攤開了 他整張 昨天我就放得衰 我就好像小飛象一樣 我放得出來一半 他就把一半放進口罩裡面 在橡筋帶裡 一半就飛出來 我去化妝間攤完之後 我就趕到休息室 不如刻一小時 衝出化妝間 就看到很多傳媒朋友 好可愛 來來來來 小心拍照 這個方法又不錯 是啊 塞住一點 試了戴著口罩 又要開工的日子 沒有 戴口罩開工就沒有 以前就有說要戴眼鏡 這樣就脫了眼鏡 就會有兩個胸 在鼻樑那裡 又是用刺紙 或者Tissue 這樣摺到薄薄地 一戴就塞在一個位置 這樣就不會有兩個人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如果化妝後 其實放了一張紙巾 沒有痕 但妝也會用 是不是很難處理 補妝是很容易的 痕掉了就很難處理 就是這樣 袁文傑剛才的方法 上下都有橡筋 是不是應該放了兩邊 很有趣的 上面那條比較緊 在上面這個位置 那兩個拳筋 那裡 緊一點 就會容易出現那個痕 不過這是我們這一行 因為化妝後 準備繼續埋位的時候 做的措施 現在你們 譬如在廠裏 排氣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都戴著口罩 排氣還是一樣 正式 大家就脫了 是 其實都挺高危 排氣的時候 是不是都化妝了 排氣的時候 對 當然是化妝 突然脫掉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容易有痕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 其實時間理論上 就配合得剛剛好 通常化完妝之後 都差不多到你入廠了 基本上化妝後 那時候就脫下了口罩 如果這個時期 要拍談情 控得很近 還有沒有這些戲 要填阿芳證明 沒有家人外遊 我現在拍牌沒有 沒有了 但都控得很近 有時候很近距離 你不可能 第一點就是 你是球迷來的 剛才你都好像很傷心 跟那個傑珠好像很傷心 第一件事就是互相安慰 沒有球體 平時這個時期 對我們來說是沒事的 因為我們不看球 現在這個時候應該很緊張 因為殺到直路 去到八強 四強 欠冠軍 就是這些階段 這個時候才來題目 真是 我覺得是一個最差的時間 沒有了 沒有東西可以頂到這次人 可以領補到 唯有看多些劇 你是哪一隊的勇等 我是阿仙奴的勇等 我很想問球迷怎樣去選一隊 然後死忠於那一隊 怎樣選的呢 是不是一定要選的呢 我告訴你 西人就不同 什麼意大利 英國人 一定碰自己 不 因為你出生 你爸爸第一件事告訴你 就是 你要效忠阿仙奴 這樣跟著他 意大利也是 德國也是 德國也是 但是我們不是 你為什麼會選這隊 為什麼這樣 是要喜歡斯朗 我也不明白 有些球迷 可能他是 開始接觸足球的時候 就認為那段時間 那隊表現很厲害 就被他吸引住 我看阿仙奴 就因為我覺得阿仙奴 這個名字很古怪 很古怪 雖然知道的譯音名 我看他那時候 他也很厲害 連續三年打入足中杯決賽 所以誓死追隨 沒有受人影響 沒有 不跟球星 因為球星會轉會 因為坊間有另一種說法 就是有些叫勝利球迷 那這種勝利球迷 是一種什麼物體 就是 這期曼聯徑 就捧那裡 不是 巴塞這期都很好 又不然變成巴塞迷 那些我們這些死中球迷 就看不起他 秒的 看不起 不實秒的 或者 我以前很捧曼聯 不過現在沒有什麼所謂 怎麼會現在沒有所謂 你追隨一隊球隊 永遠一生一世 你現在阿仙奴的形勢是怎樣 形勢很不利 是 他可踢 為什麼 因為阿仙奴的主教練 阿迪達 他都感染了 是 是 這個是大家都很傷心 還有 有傳言說 英國開始有反應 就是因為阿迪達中了招 因為去到最賺錢命脈的足球 職業足球 一個頂級的主教練 都中了招 你不可以周圍的人 沒有反應 他是頂級的 還有哪一隊是頂級的 基本上英超 很多隊球隊 他們請的教練都很頂級的 熱刺都請了摩連奴 你不就有高普 這些全部都是很大名的 哥迪奧娜交曼城 全部不懂 但這一期沒得看球 又沒得讓你講球 你又覺得喜歡做這些體育節目 你有沒有想過 例如虛擬足球 你也會講一下球 虛擬足球 其實我自己有個小小的 YouTube平台 是做足球平台 你很傻傻 sale一下 真的 這些時候 大家都很需要娛樂 躲在家裡 我的小小的平台 就叫球迷直播室 當然不是 這麼正式的名字 這麼直接的 不是我想的 我打算交給一位 以為他很有想頭的兄弟 你想吧 我順利的 誰知道他就交了這樣的名字給我 但我懶得反口 算了 就這樣 多久講一次 通常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自己錄一些節目 放上YouTube給別人看 這期沒得做 你要搞踢球直播 跟別人打遊戲 打遊戲我又不太熟 我自己握個節目 就叫傑出阿仙奴 你一吃到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是 傑出阿仙奴 哇 你很厲害 是嗎 我得到 好厲害 好 今天多謝完文記 怎麼會 你為了 我們答應 謝謝你 我們現在 你們看 什麼 真的 ありがとう 感谢观看